本局在昨天下午接獲報案 就是本縣某國中進行尋根 三天兩夜的尋根治理 那昨天是第二天的行程 那獲悉他們在騎來北風登頂之後 要下山的時候有遭遇落實的一個傷害 那其中造成有三名學生 一位頭部撕裂傷另外兩個有骨折的情況 所以我們向空軍總隊申請直升機 那執行吊掛 那也在今天早上七點成功吊掛 然後也在降落在我們的德行運動場 那患者也由我們本級的救護車送治 直接醫治 經過檢查非常幸運 頭部沒有什麼問題 那其中有一位是右腳有骨折 那另外一位是腰椎有骨折 這樣而已 我們就分別匯診相關的科 一個骨折一個神經外科 來給他做進一步的處理 目前人都很好 沒有什麼腦震盪啊 或者任何骨折之外 其他的問題都沒有 我們的整個活動是 就是30人的騎來登山小隊加11名的文化巡禮的小隊 那一共就是這些學師生一起到德魯古小學先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第二天文化交流活動結束以後第二天文化巡禮的學生11名師生11名下山然後登山騎來小隊 三十名繼續往登山口 進行登山的 這30名之中有17名學生 然後13名是兩位老師加另外的專業的教練 那比例是13比17 學生呢就有到太魯格牌樓 進行用繩索垂降的方式進行進山活動 也有到清水斷癌 也是用垂吊的方式進行進山活動 還有部落的淨灘活動 那每位包含教練老師跟學生都有都有做足夠的保險 謝謝